中共病毒疫情在全球已經肆虐一年多 英國衛生部長在20號證實 英國發現難以控制的變種新型病毒株 令疫情的傳播力比原子病毒株高出70% 目前已經有超過20個國家禁止英國航班入境 綜合媒體報導 為應對英國發現的變種新型中共病毒 截至12月20號 包括法國、外爾蘭、意大利、葡萄牙 比利時、荷蘭、拉脫維亞、愛沙尼亞、土耳其 以色列、沙特阿拉伯等國家 軍禁止包含英國在內的所有國際航班 英國政府在12月15號通報 英國公共衛生部通過對病毒基因組的監測 在英國境內發現了中共病毒的新型病毒株 其傳播力比原始病毒株高出70% 但目前上沒有證據顯示新毒株更具致命性 英國首相約翰遜在19號宣布 由於新型病毒株的傳播速度更為迅速 原本預定的聖誕節防疫計劃只能被迫取消 英國衛生部長馬特漢·巧克 在11月20號對法新社表示 中共病毒已經變異出了難以控制的新型病毒株 令到疫情的傳播速度更快 由於情況相當相當嚴重 嚴格的防疫措施可能會持續實施 直到中共肺炎疫苗完全接種完畢